洋酒 波鞋 上水火車站駕水貨雜山地 這裡什麼都有 大車細車人來人往 令通道水洩不通 9月1日內地還會批准多6個地區駕非戶籍居民來自由行 有環保團體聯同多個政黨 在星期四就來到抗議 擔心合資格的人數達到2,000萬人 越來越多自由行的旅客 還會變成水貨黨 不要一千多行 不要一千多行 要求撤回一千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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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要求政府將放寬自由行的計劃告知 現在慢慢的二線的新市鎮 包括元朗、大埔、沙田等等 其實已經是非常多自由行旅客 是搶貴香港的一些物資和貨品的價格 帶來衝脹 即是說有機會有二千萬合資格的人士 是透過一千多行來到香港 這是帶來一個很沉重的負擔 是一個自由行的核彈 其實長期受災的一班上水居民都說 自由行對他們影響深遠 很慘啊我們香港的居民 現在差不多近著新界這幾區大埔 那些物價全部被搶到 很厲害的 對我們的市民很慘 一邊那些藥房就賺錢 還要過多兩天四百萬 比你一次過四十個都死了 不要說四百萬 其實有很多在上面的民工 根本就是在這裡 它不是下來消費的 是下來做事 因為可能它在上面賺一二千 它覺得聽你講 可能在這裡賺錢 大些貨上去就可以賺錢 阻礙著條路 阻礙著小朋友 而且經常打架搞得很亂 市民也都希望 政府可以暫緩計劃 保障他們的生活 免受自由行旅客帶來的影響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